咸鱼脱片来源 PXHERE 咸鱼作为重口味食物的代表是备受欢迎的下饭菜 尤其在过年也是许多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 但近日在国家食药间总局发布的官方版致癌物清单中 Chinese Style中国式咸鱼竟赫然在列 它位列于第一类致癌物编号为96号 其实中国传统制法的咸鱼并非首次上榜 早在2012年它就已经被确定为一类致癌物 那要咸鱼致癌你还敢吃吗 到底还能不能吃 应该怎样吃 难道咸鱼真的再也翻不了身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食药是一类致癌物质 此次总局公布的致癌物质分为一至四类 它们分别对应肯定致癌 较有可能致癌 伤不清楚是否致癌 基本不致癌 与咸鱼一同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的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X射线 本病皮 黄驱酶毒素等强致癌物质 这令许多人闻之变色 事实上一类致癌物质指的是确认含有会印发癌症的物质 并不是使用了这类物质就肯定的癌 这里的肯定指的只是这类物质致癌的证据更确凑而已 为何中式咸鱼致癌 在清单中咸鱼被特别标注为中国式咸鱼 那要是要是中国式咸鱼呢 中国式咸鱼只平常大家吃的那种以盐腌制并加以暴晒 制成的咸鱼 咸鱼致癌其实本非咸鱼的过错 咸鱼在制备过程中经过高浓度的盐腌制 从而使得鱼肉脱水 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许多亚硝酸盐类物质 这些物质在人体胃中的酸性环境中 会长变为具有强致癌性的亚硝氨类物质 如亚小吉二加安 这些物质才是中式咸鱼致癌的罪魁祸首 咸鱼致癌 其实本非咸鱼的过错 突变来源 Pixipay 咸鱼还能吃吗 正如之前提到的一类致癌 指的是有更多证据证明能致癌 并不是吃了就会致癌 吃了清单中的食物不一定就会患上癌症 完全不吃也不一定能幸免 总体来说癌症是遗传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只要科学合理的使用 咸鱼人就能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食 吃多少 对于一般人而言 一个月内吃两至三次 每次吃一小条咸鱼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但对于家里有肠道 鼻咽癌病史或身处于这类癌症高发地区的人而言 其机体对亚硝酸盐类物质更敏感 患癌的几率也相对更高 建议这类人酌情少吃咸鱼或者干脆不吃咸鱼 食药时候吃 一般情况 咸鱼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在盐子后的一个礼拜达到顶峰 在两至三个礼拜后 其含量逐渐减少 达到人体可以耐受的量 因此将咸鱼盐自两至三个礼拜 后再使用最为稳妥 若咸鱼来源于市场购买 无法分辨其盐自时间 我们也建议您将其放置两个礼拜后再吃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亚硝酸盐摄入 最要吃 在烹饪咸鱼前 将其先用水浊过或蒸制后 沥去汤汁 再进行烹制 可以除去其中的一大部分亚硝酸盐 在吃咸鱼的同时 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 如金菜 芹菜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排便 从而减少人体对咸鱼中亚硝酸盐的吸收 此外 咸鱼爱好者平时可以多吃些 猕猴桃 柠檬 青椒 这些物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它是很好的亚硝酸盐 还原剂能将其还原成无致癌性的硝酸盐 同时也要提示大家 与咸鱼类似的高盐腌渍食物 如咸菜 咸肉 酱鸭等同样含有亚硝酸盐类物质 大家在食用时也要注意 控制摄入量 吃咸鱼的同时多吃蔬菜水果 脱片来源 PEXPAY 我们面对致癌物质 我们如何应对 致癌物质清单一出 大家都对此产生了很大担忧 在这里告诉大家 其实面对致癌物质 我们不必谈癌色变 1.有的致癌物如咸酒 它们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致癌 且具有成隐性 我们以尽量避免 2.有的致癌物如X光 我们要全层利弊 尽管它也有明确的致癌性 但在生病了的情况需要下 该照的还得照 3.有的致癌物如咸鱼 烧烤 我们需要控制它的量 只要少量少次的使用 不会对身体产生食药影响